赛街宣言 加油 就是给手势 821 加油 这场胜利还是比较迫切的 看一下他们的手把阵容 看一下这边是小陈 杭轩 安逸 南哥 施压 以及他们的教练野鞠 只有两名选手 KG是过一的 施压确实是最进入成长 就之前那段时间 在背赛给我留下 比较深深的印象 是跟业力打三局 他的成长 这是飞快 对 当时就 把把修这个业力 是 就是各种背景般的业力 我觉得这名选手 真的是最近段时间 是随着这个场上的这种 赛事的这个场处 去拉满了之后 他的进步是很明显的 是 那安逸的话 觉得个人能力 还是没什么问题 我记得当时第一场 去对阵到W的时候 当时就有一个 比较亮眼的一个发挥 但最近两场 就是稍微数据 有点掉下来了 对 不只是他 可能全员都是这样 对 像刚才我聊到 就是小陈 包括说南哥 以及航线这三个人 还是要去调整 调整状态 这个游戏比的就是突破 就是拘手先得强 其实就是得比突破 因为大家打任何的战术 就是你指挥 指挥得再好 一二位上去不杀人 那再厉害的战术 是没有用的 是的 所以可能看一下 就是他们的这个位置 要不要去调一下 就假如说是让南哥 去顶顶突破位 然后让航线有一些 重拨力让他在后面 去打三局 对 有一些更多的机会 去刷屏嘛 是的 因为在这个阵容 我们先听一下 LG的赛选宣言 你过来啊 你过来 一二三 加油 气势还是很足的 非常新的意思 对我呀 看一下他们的手发 这种秋差 折衬 蓝 潇域 小局地 标连石和换 这个确实真小呀 看这都年轻 很年轻 真是 对于LG的而言 也是我们一直所说的 他们也是需要迫切的一场胜利 这个数据的话 全域还是没有整的 因为他们最近有段时间 被打的比分是比较大 因为毕竟也都是打的一些强队嘛 确实是挺不优好 E4大 这个开局的对阵的对手 都是属于这种四强阵容 对 有点挺打击性心的 因为一上来的话 就是可能说大家几名新人组在一起 本身压力也不是很大 然后想着这种初衷成绩 但是一上来就碰到三个强队 那其实也挺好的 我觉得上来你交送桥阵的话 对于这些新人的一个经验的体操 还是比较好的 就是要打游戏 像拿卫星E来举例子 我是手臂的 然后对方莫白是去玩这个笔区的 然后我能跟莫白的一些队位当中 学到莫白的一些小细节 从而就是把他这些东西 去转换成我自己身上一些东西 对 然后我看一下两支队伍的一个胜率 72的和28 其实这个总是说 江山属于老一派的这个LGD 是是是 选手打下来了 可能可能很多的观看比赛的 Safers们认为 可能是说LGD 毕竟有这个忌伴所在嘛 因为曾经LGD之战队 他们拿过的荣誉太多了 对 就是之前他们这几名老选手 就是创下的这些记录 真的也是非常豪华 现在确实物是人非 42的一个2比0 30的一个2比1 今天这个新阵容的话 看看就是他们这些选手 能不能去 把这种老选手的一些 比较好的一些东西 去学下来去留住 对像上一场比较有意思 就是拿了成名的一个照片出来 是是是 现成名父亲 结果没整好 被人打了个10比0 这是比较尴尬的一个事情 比较戏剧化的 看一下团队数据 潜伏者胜率这边 36%对阵22 保卫者胜率49 对阵43 KD都是还可以 都是属于整体来说的话 都是白鲨这边相对于领先一些的 那确实白鲨毕竟是拿过胜场的 弱势LG这个潜伏方式会有点担心 这个22 就等于说打10分 前锋只能拿2分 拿2分 对这个确实有点偏刻有点严重 那前两天好 1DG有这个数据 对 就一个2级 因为在当下这个时代 大家的一个进化 其实现在都是这个比较快 对 就我们你说最近几个赛季职业联赛这个变化 说哪变强了 其实大家就说潜伏者配合更好了 对 得分概率是比以前有这个明显数据上的一个提升 但是在当下这个大环境上下面 你还有什么偏刻这个潜伏方 确实是不太丽于长久的一个发展 对 需要他们加把劲 对 尽可能确实是得提升提升这个潜伏方 最后还是刚才有聊过的那个点 就是小宇跟折承两个人的指挥可能在轮换 也有可能说一个阻止一个副指挥 那这两名确实本身来说的话 他们大赛的经验其实不算足 对 就要用去折承 折承之间可以说是LGG被年轻的选手 是 就一觉睡醒突然变成大哥了 是是是 就挺突然的 就是必须得去担起这个担子 对 你要去帮助队伍去要提一提 我在上赛季的时候 我还是一名属于说新人 队伍里的新人物 而且虽然也是征战过总决赛 但是没想到一个赛季风云突变 自己成为了队伍当中的老拉哥 对 包括小宇也是 其实在之前其实就是说 虽然有上场过比赛 但是宣传这支队伍 也不算是那种门座首发的一个状态 就看一下他打了这几个赛季 能不能说是会把这些比赛学到的东西 去转化成为自己的一个东西 那反正其他新人的话 其实压力也还不大 就大家也没想着我能赢 我就比赛精力打 我赢了是我厉害 赢不了对吧 大家也能接受 本身我们大家就是 白子一张的选手是比较多的 需要这种赛师的这种场次 去提升自己的经验 没错 好看一下今天 尤其是开局上来吧 两支战队谁的状态 能够起伏更大一些 画面率先给到小陈 可以看到他的成长空间 也是很快 也是蛮多的 从也是EP轻讯体系出来的 转回到白杀过后 他的成长 大家都是历历在目的 对这个军伤还是挺高的 86 血是放了 但是人头得拿呀 主要是白杀最近的时候 这种给比赛这种展现出来的印象 就是小陈跟航军两个人的出货 杀的概率比较少 但是说换产 我们从军伤上面体现出来 换产还是比较多的 但可能后边不见得能补上 对 非常烦身的手势 非常烦身的手势 尤其今天会 会不会请老尾帮上来 会不会再次请成名附体呢 赛前可以看到FGD这边整体还蛮轻松的 好嫩 这帮群手臂应该普遍0304 都很稚嫩 看着就很稚嫩 看着就很稚嫩 有些高光 有之前一些不通俏的 有亮点 这也是给我们比了一个很fashion的手势 杭轩KD0.78 回合伤害70.3 这个平常真的少了一点 确实又来低了 主要还是前两场 就要看今天这场的话 谁能够做得更好一些 杭轩也是属于队伍东 白杀队伍当中 元老之别的人物 资历最老 就队友的可以说换了个病 换了个病 同期为止开始 一直到现在 2019年一直到目前为止 杭轩一直是在这个队伍当中 对 身边队友都换了一圈又一圈 是 所以说南哥和安逸 这个赛季加入 一个是建立什么样的一个框架 还有一个大体的一个体系 就可能还是需要 他们后续慢慢去磨合 小宇 KD0.76 伤害 回合中伤害75.8 也是需要有更大的一些提高 对 现在又转回到LGD的阴迹全身 而且 听很多选手说过 其实在平时的训练赛当中 小宇这名选手 其实在平时的 跟每个队伍的训练 他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 那只不过就是说 到了比赛的时候 可能也是像马曼一直所提到的 就前期打都是一些强队 发挥的东西 可能展现不出来 老向南哥 从职业生涯S2开始 一直辗转反射 这么多年 依旧是活跃在赛场 烈士暮年 壮心目矣 然后期待 南哥来到白杀过后 能不能 为这支队伍带来 更好的指挥体系 其实南哥的一些东西 从数据上 是没办法去体现出来的 指挥权用都是这样子的 嗯 还要看后续 南哥的一些表现 能不能去发挥更好 其实像 在上赛季在KZ的时候 尤其是一些 背赛的时候 南哥发挥 还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但他打击后赛季 都挺靠得住的 是 就移到这种环境 就在特别稳 总的难探局 嗯 但是其实大家 还是比较要求你 常规赛的 对 就 你像其实 另外也有这么个品种 孤狼 哎 孤狼 对 孤狼在我心里 他常规赛一直有点摸鱼 就常规赛这种 不显然摸了嘴 对 到球赛就变身了 感觉 但是他是有这种 常规赛摸鱼这种资本 就有队友厉害 是 对 就是我队友常规赛 可以带着我玩 然后最后赛 我去有一些 比较好的发挥就行 是 来 从 阵容上看到 好像目前也是 队伍当中的一些指挥 或许也是可能在 小范围团队配合上 可能他有时候 会不会也是 给点建议 因为毕竟是一个 全新的阵容 而且队伍都偏年轻化 可能他们在打的时候 可能互相之间 都会再有商讨 就可能说 一分指挥一分 这分我有感觉了 我来一分 是 暴投率还可以 33%的这种暴投率 这夸张 这比了一个1 比了一个4 是什么意思呢 目前还是没有K得到 但不得不说 还是要提一下 像安逸这名选手 在我们刚刚上线的 这个战队经理的玩法当中 其实他的曝光率 身价是挺高的 目前是选手排名第一 身价特别高涨 但可以看到 在比赛当中 KD这几场也还可以 也是属于正的 1.14 这个军商稿 军商稿 军商稿 这几场已经90了 现在我看到 野军应该是在提醒 一些小事情 是 我觉得压力也挺大的 刚才比的1和4 应该就是说的 他自己的KD 也有可能是哪名选手 1-44 没准啊 嗯 其实这一届 白他被给予了 比较多的一个期 是 毕竟曾经也是S级别的选手 对 能走多远的话 看他们自己 哪个人能尽快的得去找 对伍中找到自己的精力 嗯 则成 0.68 回合的军商害也是OK的 蛮不错的 对 军商 可以 则成 毕竟曾经跟着身边那些老大哥 也是能够学到东西的 对 其实我们会发现 其实进入到就是说 强度的选手会成长得会更快一点 对 像我们就是这几个赛事 也涌现出来的 浩杰 嗯 浩杰 包括说是小陈跟死亚 小陈死亚 对 以及说LGD的孤城 对吧 对 然后折城 对 就他们确实就是可能说 在加入之前 队伍里边的成绩就很不问题 然后他们原队伍的话 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环境 所以在这种 环境和体系下 他们其实是真的 就是学得很快 确实 嗯 施牙不得不说 成长得非常迅速 嗯 从一批兴讯出来之后 来到白沙 其实可以看到 他的成长空间 依然还是蛮大的 对 还有上线 对 还有上线 因为年轻 年轻 太年轻了 对 可能现在施牙更多就是 呃 队伍成绩要稳定一点 然后进入几后赛之后 能通过几后赛的尝试 再去增加自己的经验 是他现在要做的事情 而且也是听到他们自己 队友当中 其实之前在私底下也有聊过 说施牙这边选手 也是非常非常努力的 嗯 在前目前看到操作 应该还是在练枪 尽量多找一下自己的手感 秋茶 在上个转回期 也是加入到了LGD 这支队伍 其实也是经历过 像队伍当中 寡妇 还有陈铭 之前一些洗礼的 对 目前脾气不是很高 这名选手之前听 前教练寡妇有说到 就是教练阿财嘛 说这名选手 其实也是有成长空间的 就刚开始上来 枪很高 只不过就是说 意识方面的话 还是要需要学习 对 还差点 我也有听到 我就说这名选手蛮努力的 对 就他经常会练枪练到比较武 嗯 每天人头 个人竞技打得挺多 嗯 就需要常常的经验吧 对 多打多学 然后看一下选手数据的对比 是给到了航轩跟秋差 就两个都不算特别好 对 都不算特别好 虽然说航轩能够稍微好一点 但是整体的话 都是说KD呀 伤害呀 都是没有正的 嗯 赛前这边可以看到航轩 一直还是在跟队友 进行一个紧密的沟通 那现在其实航轩的话就是辅助南哥 对 就是有时候南哥在逆分的时候 有稍微有些断节奏 比较迷茫的时候 他要站出来去给思路 整个一两分 嗯 没错 那底图看一下BP待会儿 白鲨这个赛季蛮喜欢选一玉 哎是像一玉啊 这都是白鲨之间 非常愿意打的一些地图 LGD是选微星 萌萌选微星 萌萌选微星 第一场打一匹的时候 微星拿了八分 八比十说 我打一匹 跟一匹很像 是 我打一匹的强图 那个微星一地 都能拿八分不丢人 对 第二场打一四二手 还想不上一波 结果就交了 交了 直接让对手零风了 微星基地打了一次 但不得不说 其实对于LGD而言的话 其实无论是打成什么样 哪怕是说被零风 我感觉不丢人 真的 新人嘛 可能就需要这样的历练 或许这样的话 能够给他们形成 更好的一些动力 对 能够激励他们自己 比较期待地图翻选 然后卫星 这边是 一玉 在地打 我觉得没开始就好 好耶 请就前面那张 他也有拿过一玉 对 我们心里可能说 前游是万年黑色的一个队伍 但是前两天选了一次 一 只要看稍后的地图 BP搬选的话 就双方能不能有针对吧 来了 今天 白杀率先作为主队 上来是半掉了供电 自己最喜欢的供电 竟然今天没有选择 因为背赛的时候 LGD的得分点都是供电 嗯 是 是 上来搬供电的前提下 看一下后续LGD这边 拌掉了新前提了 第一张地图 果然 白杀选择了一玉小镇 如满满所料 还是愿意比较打一些 自己擅长的地图 对 因为他们上一次 白杀这边对阵一招一招二的时候 当时也是选了一玉小镇 是 但结果也很不好 被打了个十比二 确实 并没有受到上一场 被大比分的影响 还觉得自己 玉小镇是有一些说法的 对 那这边是选了黑色 这张地图感觉LGD打得很爽 嗯 LGD居然选择黑色 这个是我们在赛前 没有预料到的 白杀之后 是绊掉了微星基地 之前LGD给我们留下印象 就是他们这个微星的宝贝 门问顶车库嘛 确实 现在把港口最后一张地图 是来到沙漠灰 那三张地图 是 玉小镇 黑色城镇 和沙漠灰 这几张地图 这三张地图评价下 就是潜伏都挺好打的 对 没有说那种比较偏科的 像这种 卫星跟港口这种地图 就 熬一震的挺舒服 对 潜伏都挺好打 我赛前也看了数据 因为LGD对5 确实潜伏 挺严重的 确实 22的这个胜率 觉得有点难受 所以就要看看后续的话 他们尤其是在潜伏方吧 能不能去尽量拿更多的分数 哪怕是说拿一个集合分 到了下半场 如果是真实要当保卫的话 他们还是有追分的点的 嗯 在前可以看到选手 还是妹妹表情 很放松 对 因为LGD选我们 真是一点压力 就所谓 我们是光脚的 对 光脚不化帅鞋 对 对 对 也没人看好我们 就像前两天 EDG拿了手针之后 当时采访秦优 秦优说了一下 就是 就是我说今天我当时问的问题说 你为什么今天猛猛喊 就狂喊 他说就是我喜欢那种 就是大概这个意思就是 别人不看好我 然后我通过比赛的胜利去打破别人的质疑 就是对自己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其实真的打比赛真的 就就是那种 就需要这样 不被汉好 就大家会忽略到我这种队伍 然后我慢慢的那种 我慢慢走到你的面前 走出大家的这种视线 没错 就怕就是说 大家全世界都觉得你 就像我们上一个人的 人的这个冠军妹总决赛 就是全世界都接着EP会 哎 真是 但没想到最终 这种他们压力就很大呀 对 就现在其实EP就是 称霸了两年多 那现在给到大家的感觉 就像很多人压进猜疑 对 正所谓 我加你EP你必须得赢 因为你厉害 就正所谓就是 守将山容易 打将山容易 守将山难 可以这么说 所以说 其实对于强队 不只是说像蛮门 一直所提到的 像EP这样的队伍 一直站到这种山顶 他们压力也挺大 对 其实前面三个队伍的话 压力都挺大 像清久 因为上个卫赛是多冠了 嗯 是最近两年多时间 第一个在搭赛 击败EP的队伍 然后这一季到了连赛之后 大家会拿这种 比较就是这种 严苛的眼光去看待清久 我不知道有没有记错 从马曼从清久退役之后 好像这是他们目前第一个冠军吧 小杯赛其实也有拿过 小杯 但是S级像这种大赛 是没有拿到的 对 其实很久了 这个冠军 然后KJC的压力也大 因为这一季就 林准人家们的话 大家会直接去让他们 去对标EP 甚至会跨过清久 对 去对标EP 那我们看现在第一张地图 异域小针的枪线搬选 搬掉了凤仙游骑斌 那这边是王铺 那星象和仁德还在 那选择放 那就你一把我一把嘛 对 确实你要是只搬一把星象和仁德 等于说白送对方一把 好像吧 重大这边也在 哦 安一上来心请重大 那这边是有星象跟仁德 和小羽去拿 没错 小羽和则成 选择星象和仁德 忽略的这么大吗 王胜 王腾 看 不管是白沙 还有LGD这边 有没有有人去选择AK系列呢 刚说完秋茶选择了王铃 秋茶还是一死AK 是 他万年AK 他不讨厌的是 哦 这一名片手是AK打到底的 就是要的就是他的这种枪法 对 小晨这边是拿了梦 最近梦得这么好笑 我自己打游戏也 偶尔玩 主要他单导射速太快了 对 他明显感觉这把枪又厉害 主要是扫射的时候很舒服 嗯 压枪很容易 这边剩下的三把王者M4 全部都登场了 从枪线上面看的话 其实双方是差不多的 就是 LGD这边可能会多一把一线枪 对 但反观的话 白亚这边是拿到了更舒服的这种 王者M4 是 就各自一把AK嘛 都是队伍当中的突破 秋茶和小晨 对 小GD这边是 没有选择王武 选择王武 EU这张图 其实箱子也挺多 嗯挺多 白亚最近EU小晨格外喜悟 看一下在经历了上一次 算是一个比较惨的一个实力之后 就是EU小晨做了一些怎样的调整 其实今天我们的在第一场比赛当中看到W 就我上一次黑色输了 嗯 我今天确实这个调整效果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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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而且你白亚也是这种 嗯 有趣聊 有趣聊 其实上 打EU还是挺多的 上一场对阵EU小晨的时候 也是自己主选的EU 但是没想到让对手一个大比分之夜带走 10比2 10比2 所以说今天再次选到EU的话 对阵LGD 能不能在这几天的调整时间 把EU小晨格外地图 自己的技战术能够做得更好一些 然后储备更多 对 这两次队伍的话就 上一场其实都等于说在EU小晨格外里边吃了大亏 是 都是我大亏 一个位打了10比0 10比2 10比2 10比0 确实 戏剧性挺大的 像是哪 下一轮别让我碰到EU小晨格外 我要打回来 确实 好 看一下今天两支战队 尤其是开局上来吧 我还是那句话 谁的状态能够先提起来 至关重要 从面部表现来看的话 其实LGDV还是挺放松的 并没有说是因为我现在连败了之后会很紧 是 但我们话不多说 马上进入今天第一张地图的较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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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来到双方的第一张地图EU小晨 率先担任潜伏防的是白杀 担任保卫者的是LGD 白杀选择潜伏防的开局 看一下在战术上 有没有一些的改变和调动 主要还是看南格的指挥的一些大集给的思路 嗯 上来第1下语道要提速 够用 1.6个 1.6个换了 上来各自钓医员 保卫者选择正常的R开局 4号位小雨不过来 第2时间看中路 第2时间再控一下 给他放掉第2时间要去清酒吧吗 看一下E2的小晨被打掉过后 看一下谁走这个1号位 男哥 下水道看到红鸣了 如果这个B点要打的话 这个阳台小局地很考验他的第一枪 下水道再往前走 就把这边加速把第一枪中了 这阳台有掩体还能去拖 队友也过来帮忙了 现在白杀有点处理不掉小局地呀 感觉后续两个人枪法都是有一点水的 穿不到 施压没血也被拦补掉 第2时间还是像我所说的 就是小局地在阳台这个位置第一口拦住了 后续队友过来补枪 可能后续枪法都是有一点失误 你再次把小局地打掉的话 其实队友也是全部赶到了 就是处理小局地位置花太久时间 对 还让他换了两个 是 穿不到这个木板 就他偷在要从阳台上开墙 但是小局地血量是一直没掉 是 这一分选择9-8 防守进去 ITT这边可以看到四号位小宇 自己一个人在担待 后续还有则成所在 第一时间先做一个防弱的意识 先判第一时间抢占9-8嘛 双方 道具之间的投掷 又是小局地 中了 第一口把依图的小陈换掉 但是则成和小局地补枪都非常到位 这两个雷消耗了玩家特别多的一个血量 是 也是没有造成任何LGT这边的人员伤亡 南哥 那后点还有 心里有吗 穿的对方是已经贴脸了 现在二打色的局面 希望南哥这个点出活啊 嗯 露着声音走的小雨 其实听着异情啊 但是石家已经是进步摸到了A点了 完全没想到 嗯 现在C4掉了 石家得救这个C4 门口就已经有人了 嗯 没有察觉到 这样很早啊 逼迫着白沙叫出暂停 我们要听一下 这是一个技术暂停 哦 这是一个技术暂停 嗯 我以为开局上来 白沙很谨慎 直接叫出暂停的 但是没有想到 主要是前面这两分 LGT打的 防守还做得很到位的 嗯 咱们这些机器是 大部分的教练还是喜欢吧 但是你去留得到下半场 嗯 是 就上半场 尽可能用两个军队交流去维持比分 嗯 然后去把这个暂停往后留一留 然后上来这两分的话 其实就是小居地的一个高光 自己的发挥 每次组点的话 他总是能换到人 他没有空枪的一个时候 然后这一分的话 其实就是第一个聚到了之后 知道你要追我 然后嘉倩这边的这个折撑 反了一个雷 小居地也反了一个雷 两个雷出地的话 折撑一拉 小居地这边手枪在补枪 是的 那C4落在这里的话 确实其他位置的话 再过来帮 那救不到这个Says 这两分都是 在白杀在进攻一瞬间的时候 第一口小居地就是能拦得住 嗯 开局上来可以看到 他的状态还是做得挺不错的 这两分对于他来讲的话 也是至关重要的 对 也确实发挥得很不错 原来对于白杀而言的话 因为毕竟单人一个潜伏方吧 后续要不要说去先侵占一个点位 然后在第二时间 抱团再去组织打这一波 现在可能就是白杀 目前比较缺少这一个点 主要他们在团战进攻的 这一个节点吧 就要看第一口 能不能去拉开第一道的防线 还是刚才我赛建掉那个 就是一二号位的正面能力 是 像我们刚才看到就是处理 第一分阳三小居地那个位置 对 就半天 打了半天 半天没有给他换掉 对 还要换了两个之后 但是 首先还补了一个 人队友都会放过来了 是 所以说就像满满所讲的 赛前就像小陈和航旋打一二突 要不要去改变一下 整体的这个走位和阵容的变动 对 主要还是得有一个说是强势的一个 对 现在可能就是航旋打突 稍微浪费了一点点 然后后边呢 其实是南哥感觉枪也扶得不是特别好 因为毕竟航旋这么一选手 他有自己的个人细节所在的 嗯 所以感觉航旋适合一个三号位置 来吧 短暂的这个技术暂停回来过后 看一下白沙要不要在潜伏方 有没有一些改变的动向 开局上来中路要抢一下吗 这个雷 比两个人所在啊 进点有则城后续还有小居地 又是则城第一口 知道对方是两个人 他这边站了便宜就跑 哇 开局这三分打下来 小群都是一突新掉点 嗯 有点被动 第二个人的前提下 还要第二时间组织一下进攻 看后续 目前这个走位已经是来到A大 要做第二时间联青在打吗 小群的前提下要打这一波的团战吗 石牙没根换 感觉三个人有点少呀 嗯三个人抱着一个正面让石牙自己一个人中路断后 就是断你回防的人嘛 嗯 先摸一小但是三枪上是有常人的 两个人高地位左右的双架 属于一个叫查火力 但是这边抓了一个timing 想要丢手雷 但是高点 求查这个点没看 还好难格的补枪 但是小群补得非常快啊 这是一个破亏啊 石牙接了一个 那位置也暴露了 两个人就抱着 一去这个C4的手就好了 我们看看石牙能不能先举一个 C4掉落 他是具备这个残局能力的 对 能不能 LGT这边能不能给到机会吗 这场漏声音 不知道小群有听到吗 但是一个手雷暴露位置了 交队又回来了 折成是在直踢的 那石牙这个残局拿手枪没什么机会呀 直接飞 先跳下来 形成了一个一打一 但是还好 在枪法上小群是稳住了 嗯 他从二楼补过来 杀第二个男哥也是直接破亏带的 对 人得OK啊 开局上呢 没有小药 LGT率先状态起伏很大 这不交给平地交流 是 感觉野鞋应该要出马了呀 哎 抓一动 这把要给你买解开 这把owią得他 问一会 亲民 来 今晚 极限 简单 简单 人 我 董ác 揉 学聪 会 cit 这一分他自己走了一号位 但是蓝牙要主动 投A门出来 又是安逸的补枪 那旋机这边折承打了一个 两个 又是安逸的单狙三下 但是两个人全部会投后路回防 小宇 安逸这个时候单狙四下了二打一的局面 蓝牙一枪死 要抓timing吗 拿过来枪都有点水 还好石牙补枪非常的快 安逸的四连杀 这一分安逸立大功 就这小刀他先突的这个丘杀很关键 那右手这边他也知道 就在这里也藏着要被夹 看能不能A门抓出去 但是突的慢了一点还是被打车程了 虽然说车程补得很快 但是还是说安逸这个点没有掉 这一分 LG确实算一个三上中位了 确实 但没守住 就前面两个一个没换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平时的 个人能力的展现 但是小距离刚刚贴过来的花 他这边脸上要遇到了 小距离动机枪很准啊 又是依图小陈的调点 目前今天他上来开局 打得不是很顺 他这枪空了 朗璇的身位控制不错 小距离要强打吗 就是给你硬高 拔桥这边过来了 小距离没有再换到第二个人了 三打二 九八极限的拉扯 各自人数的互换 蓝 藏在B包 要主动吗 那死牙这边肯定是要进 直接进去到A空了 叫队友也赶过来 对这样的话 石牙A点自己先是杰族心灯 占领A包点之后等队友来 不知道秋茶和蓝鞍 能不能去侦察到 这时候A区要是安放C4的话 挥防不好打 嗯 他没有射击点太多 对 看一下 应该是判断到了 C4成功安放 看一下两个人 全部从A大正面挥防吗 两个人都有 白都有 斗具算是挺充足的 就要看这个枪法 能不能去立得住 嗯 要注意时间呀 男哥第一口 后续施啥可以随时帮 剩下蓝鞍自己没办法了 帅 帅 连拿两分 其实这个局内交流 野局叫的还是挺关键的 也说了 就是打得简单一点 不想去打那么多 就是通路带水一些 没用的 就啥也不想 就是说 第二时间A点的一波团战爆发 我们看一下安逸 这边M想出去的时候慢了 被安逸看到侧身直接收下 嗯 那流上来之后 虽然折称这边补了两个队友 但安逸的补架没有问题 哇 这第四个人挺妙的 嗯 对 他这个身为控制成功 他先跳了一下 是 拉了一下对方准心 对 那下来到这边去凶小居地 那小居地没办法 真的往后走 好 好 好 这是秋茶自己主动啊 嗯 给机会 上来LGD第二人的前提下 5打4 那这样白沙的话 可以把进攻节奏 这一分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啊 可以说慢打 轻点啊 或许 后续第二时间再去做一波团战啊 都是可以的 23常规的包夹 嗯 看来这一分要 98配合着夏日道林青在打了 又是考验小居地 在这个位置第一枪 属于后点的第二时间的加倍 小居地拿破了 我扣得很快 但是吃白了 98侧身到了 小居在阳台 对方的太多了 也得站住 瞬间剩下A点的蓝 那个目前状态可以 嗯 今天确实一扫颓势 7-3的数据 可能目前来看的话 可能小陈一托的这个点 目前打的 不舒服 嗯 反了个雷 现在还是收下了 来 赚钱 加油 追平了 就确实的了 教练 来交了一分 对 拿到了之后后边就是会玩了 对 其实拿分 3-3的局面 看一下后续对于LGD而言的话 一直 这两分一直有丢失 看后续要不要第二时间做一些堵点或者是重防 嗯 这样的防守 因为目前确实我们看到就是他们开局的连拿三分吧 嗯 是由默认防守守的 对 但现在白亚这边已经做出条损 他能把你的这个默认防守给破掉 对 你得变一变了 就要不堵A或者是中中B 是 改变一下自己的防守站位 对 还是默认防守 4号位还是小宇自己在酒吧近点 自己去玩 4-3 一颗高空白 哦呦 这边很细节啊 队友给一颗高空白 让好选自己一个人抓一下时间差 B要直接提速了 小宇 不太好去拉了 不太好拉 三楼这边折身是一个烈士维 哎呀 枪水了 但小宇补枪很到位啊 给三楼的好选秒掉了 但是正面要提吗 直接扑 我们看到中路绕后的这边来了 斯嘉偷了一个 嗯 小宇98直接出对方架着一眼还是架住了 蓝的位置是暴露的 只有一选 看到了 位置确定 直接让斯嘉守住 这几分也是后续斯嘉单点出火 也是有偷到人 这几分打下来感觉LGD有点自乱阵脚啊 嗯 本身开局上来守得挺好 但没有想到一个局内交流过后 白杀突然起事 对 就是LGD看看要不要变 莫的房子不对劲了 对 LGD准度还是没问题的 是 个人能力 把斯嘉直接抽掉 这边已经 来了吗 直接来 直接要团吗 丘查和蓝 全都选择从A没正面 直接抓时间差 但是一号位枪水 但还好后续小陈的补枪 这两秒子把A包给打哭了 嗯 一换二 A包沦陷 成功安放C4 三打三的回防 都有机会 LGD这边是比较好的 还有两个雷 怎么用 两个正面 小宇自己一个人后路吗 哦 看这样走了 选择三个人 全部从A门正面回防 这个雷是炸到了小陈半血 对 小刀 小刀进点小GD排过来了 高香味 搜了 这边 搜上来了 二打一 但是时间不是很多了呀 阿姨只需要拖 但是时间来不及了 这个回防三个人 加油 太赚了 其实可以什么 正面两个人先打 另外一个往路上赶就行 对 就非得等正面 一个到了 另外一个就最后一个到了 之后才开始磨小刀呢 确实浪费兜剑 是 如果两个人先进先打的话 其实在交火过程当中 其实三号位后面的人 其实已经是可以随时做补枪的 嗯 就是要非要像你所说的 就是要等第三个人一起来 一起打 不得不说 他这个正面能力行了 嗯 就一瞬间一小子一边打个射程二楼 那个被秒了 对 还好安逸就是自己主动一下 把悬梯上来的人秒掉了 5比3 白沙一直连续拿分 那就是 98桥去打加钱 那天家里还有一个折程 那是有两个医学的 除了一个折程被清了 哦 小GD这个位置坐以待毙啊 没办法 没有太多的操作空间 有两个残血 看下LGD的手雷是怎么用 霸道的扣坏了 加钱反绕了呀 两个一血 蓝很关键 先打一个测身 右手也看到 嗯 知道 南哥的 一打一 南哥只有一血 是 这招就拔 胆子很大啊 这个手雷 那南哥是丢到了背后 那现在直接拆 哎 还好 时间还是来得及 心里也是有人的 啊 发现给南哥打了过后 正面烟雾当中 没有看到人之后 也是有判断到 南哥要进行一个绕后 对 就还是残血太多了 嗯 就两个一血 确实 第一个残血被打了之后 马上进点看到那个是死亚 反应不过来 还不错 上半场是一个无比4 这个比分双位都能接受 对 可能 目前暂时来看的话 对于白沙而言的话 还是有一定优势所在的 现在就是考验他们到下面场 但是保卫的话能不能去守得住 看一下 LGD潜伏方 那三线那个数据 确实潜伏数据不是很理想 对 嗯 今天有没有一些调整 目前我们看一下枪杆这边 小GD和小羽发会是OK的 是 那这边的话 嗯 南哥跟安逸 播得不出 今天 南哥的状态还可以 嗯 头挺多 开局上来白沙 就是正常的默认防守 看一下LGD第二时间是选择亲哪里吗 这次 拿起来看后续有没有那种连轻带打的动作呢 这个影响 冒失败太在 阿 这个阻择 这个阻力 哎呀 四号被再往过来干了 那四要玩五个人的团一吗 5个人团一吗 五个人团一吗 五个人团一吗 五六段后 看一下小居地的位置 要给一颗高空的二楼摆 顺势直入 造具有预警 没扛住 火 防圈还是吃了一个大伞 是 修查很准啊 以后路穿了一个 双方血量是接近的 吃战其实应该打起眼枪 不动是一定不对的 三个人依然也是属于从A门正面回房 第一口小居很重要 能不能拦得住 听到了 先打提前枪 收掉安逸 后续再上来 感觉不好打了 看下思亚怎么过来更 那时间现在要注意啊 是 自己枪碎了 飞起来是给后面折腾带了 小居这边在二楼的点是没扛住 加油 本身是上来的时候第一时间 正中那一瞬间的时候是一个侧身的 状态可不可以啊 啊 南哥今天 灵魂 这操作不像南哥打出来的 是 在选机玩了个小生马之后 枪杆也是在线的 不像老年选手的操作 对 我觉得A区这边确实 白亚也是防守有一些问题的 是 6比4 下面场的第一分 依然是让白沙拿到 打进来守不住挺挺 难受 很难受 施牙要主动来抽一枪 但其实一般正常这个点位 也就只有一枪的机会 或许第一时间抽一枪之后啊 还是要回到中路 偷点了 我有蓝单点出活了 那瞬时都要转吗 现在B标减手没拿下来的 98小居在摸 我们看一下南哥 心里有没有 在秒98球 在秒98球 正好是让小宇 抓住了这个timing 嗯 这时候B军还是可以打的 只有施牙刺激 这边B点还不动吗 嗯 起一个加强的烟雾 而且可以看到小陈 好像在第一时间 一直没有动 但这个时候要转点 小陈 从景佳回来 中路2号卫泽城 这边 能不能漏洞 能否察觉得到 那还是要靠 小宇跟泽城先得 找点 扔出来啊 是 而这边一直在做 进攻的运营 那加弦这边 我们看一下插件 我听到比方有脚步 很重要啊 先换一个 后续还能 一直能够牵扯住你 嗯 正面好像扛得住吗 这一口 没办法 枪法也是 有点失误的 就下去到这边 对 蓝恩的一个 主动的一个探点 抓到了这个实践差 给白霞的防守装置 去打乱了 是 单回一分 5比6 看剧上来看一下 白霞这边 还是选择正常的默认 后续的话 就看LTD 其实这几分 打下来的话 尤其是刚刚拿到这一分 我们可以看到 LTD在打团战的时候 还是挺有爆发力的 说话同时 还是要选择 五个人第二时间的团A吗 今天看来 对于新鲜血液的队伍 都是年轻选手 可能不想跟你想那么多 就是要跟你打团战 第一口 小陈新兰 那你不要直 打一个人之后 去帮正面队友了 其实他这个点 不可以 不需要去看的 就能说再抢航训的果敢 是 就一人迷一分 交战停了 嗯 这分优势很大呀 四个满血 主要是他第一口 他还换到人了 他一直看正面就可以了 你管直踢呀 直踢是你的活 主要航训也没跳 对呀 旋踢是航训干办的事呀 看一下这个回防吧 三打四不是说没机会 但是这个时间不多了呀 那现在躲一躲就赢了 是 现在只需要控就好了 只要再打一个 那一瞬间你要清两个 二打一没办法 哪怕是你把人全部收掉之后 时间也来不及了 对 听一下白杀的暂停 咱们再有拉动动的情况 南哥刚才跟你忙了 南哥就回去帮中文 你知道吧 帮耶稜了你知道吧 嗯 九八是咱们中文是咱的 咱们不同的人都在站在那发单 你知道吧 是吗 我先讲 听我跟你讲 反应快点 我跟你讲过 他们啊 他们就没有 嗯 完整的一个 除了完整包围 别的都是散的来的 嗯 九八一个 两个下刀 两个中路 九八一个 就是人很熟的 你们去过一个正面 别着急过我那边补 补一个一个的点就行了 你知道吧 嗯 对 对 他人很散的 正面就觉得有两个人 你刚吃白了吗 我 听我说 没吃白 你先把下一刀批一了 你冰完之后 我们进步 把下一刀批一了 好吧 这么大 听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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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来前面 然后再去贴一个 你就是开两个后门 这下来可以见我吗 可以 哈哈哈 来来来来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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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很开心的欢声笑语当中 其实这个暂停可以听到 就是野军还是分析了一下 LGD这边整体进攻动向和走势 那反观 刚刚最后的几秒 LGD说这一份要打白杀的B点 嗯 但打B点的话 其实这两分都是A点能够出火 能够说去打下这种A包 但后续看一下这个B点LGD是否要去做动作呢 野军一直是在上四路 嗯 现在双A的问题比较大 就那分赢其实也是蛮侥幸的 就是如果回方赢的 对 就两个人一区手感不是特别好 然后 有一些小问题 那LGD的话 那LGD的话可能觉得就是我现在A区进得很顺利 你会不会说三分赢 哎 是我来尝试分B区 嗯 看看这一分 真是啊 要第二时间打这个B点 是压低枪考验的时候空掉了 直到宽到了 这个时候 两层 手枪换了 就他是没血的安逸补过来还可以 98这边南哥也还在 嗯 有点慢 确实一旦慢了 就中路太慢了 太慢了 剩一个在下一个道烦绕 这怎么办 同步还是有些问题 就等98到了下一个道再加速 或者是就下一个道着急了 是 这个同步的先接没有做好这一分 嗯 嗯 一个局 好消息就是C4还在自己的手中 啊 就这种局唯一能赢的方法就是白他 给机会 就白他这边补补枪 嗯 就是一直形成那种一打一打一的这种环节 啊一打烧套 C4安放 后路要过来尝试着抽一枪 这个 哎没办法 安全知道你穿不了 过来箱的后边直接去打体验枪 是这个暂停回来白杀 啊 叫的这个暂停还是有效果的 那与其说 其实还是LGD这边给机会 嗯 在进攻的时候像妈妈所说 因为是前进性做的不是很到位 对 咱们目前看的就是 对对对对 他们打臂没有成功 对 下巴一回过后期行程 双中三个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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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下了都要配合到中路 这边出来了 施压地枪中了 南哥被一发了 邱大突破的双杀 那可以往B区去赶了 看看安放是怎样的一个CS 因为现在景佳是自己的 对 那刚才下一半不下了这个CS 还要去下B区的A区 对 这个面积挺大 感觉他的景佳人太少了 不要了 下B区的谁 加钱 加钱 别死 全都下动 好了吗 到了吗 我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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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全部下一个刀 第一场有一个中方看到下一个刀还有两个 没办法了 交的有补枪 再次打拼 可以听到 这一分主要还是说赌房失误吧 就反正中路这条线嘛 对 石家第一个狙了是没毛病的 但是后边对方枪发爆发 我给南哥想补枪 对 想探头直接给你一发 那石家这个局做不了太多 是 7比7 双方还是说你来我往 感觉从目前的场面的局势来看的话 谁都没有说有一定的主动优势的 看到了 一条 抽一下 把一颗烟雾推回到后点去去架 就看第二时间 等这个烟雾散掉过后 LGD要不要继续选择 B1的清点 中路这边已经出来了 出来了 安逸知道人出来之后 让死亚选择去带一点 但是南哥98是被打撤了 又是被打了 死亚比起一个手枪扛不住 包点这边是有一名保卫者 我们看一下折撑 回去了 这个选择保紧下 现在这个C4怎么办 C4能不能成功拿到 杭玄 把远点的萧羽秒掉三楼 看到 两个人拉枪 安逸更胜一筹 但是这边过来 小GD的补枪 二打二的残局 脸上贴了一位 眼里小陈 知道吗 杭玄找出来了 很细节 小GD秒残一个 位置确定 要脱 架枪的 没办法 小费是没有问题的 是 这一分 横选 大心脏 一高人在大厂 烟壶当中还是找出了 对 就怕不收 就怕不收 合着烟少了一个头 这一分对于白杀而言 有惊无险 前期LG中的满分 伏笔就是这个C4跳架 对 C4掉了 不然的话他们要完整落位的 因为轻这个9-8的南哥和 辟邪的死压是非常顺利的 是 而且第一时间上来的时候 把三楼还站住了 7-8过后 看一下LGD 一直上一分B点 没有成功打入过后 要不要继续对B 下一道接连的做动作 小宇自己一个人单待 在9-8后点 还是要等一下大部队行动 现在松路一直拉撞上了 要主动 那夏宇到这边 小GD想回头拿刀吗 是以为对方爆A了 是 认为B没人了 但是又是QX 一颗爆头给阳台的世家 直接一颗一发直接带走了 看到9-8有一个 那这一分按一下 下一道也是LGD的 4-3的回防 跟阳台的对方躲掉了 是啊 那下一道天天 他们想反倒 碰到 小GD想法是你不会来夏宇到 对 他想要去反绕一下 绕一下中路 双9-8小宇是隔着烟 架烟非常有优势 补销的人稍微慢了一点 嗯 航线自己就 没招了 对方还是一个 双娘台 一鸣一按 小宇的三杀 哇 双方 真是你来我往啊 嗯 球杂的一个突破整体力 各种头 今天状态真好 嗯 目前看数据啊 KD好像还没震 但全身都关键人头 因为他是一个突破手 他那种报仇全是打开局面的转头 就丘查杀人 证明进包点了 丘查不杀人的话 证明这分难受 给白杀难受的点 就是丘查在一场一瞬来 一瞬间就是能给你换掉 就不给你回防的这种时间 那现在高频率的进攻必须的话 你也不太敢尝试赌一局 确实 我来挑战你 看看双A的哥俩呀 前面两分都做得不好 对 这分又去考验他俩了 队友是离他们比较远的 只能靠他们两个自己 啊 这边打了伞 黄泉 瞄到后鸣 黄泉切刀具都过得到 这边练练了 晓晨 能强行换阵帮 有第二个吗 没办法 但是给笑语打残了 后路捕得很快 后路拉出局了 这篮可能想要强点 想就是觉得对方会有拿刀回防的 对 也还行吧 安逸血量不是很健康 这边依然选择3A门回防 这个烟稍微影响死压的事业 知道这里有 没办法 没办法 这个火要逼一下走位 这边在A门还在拉扯 小道还不快一点吗 时间不到最后20秒了 晓云只剩下一血难以 又是晓云 18-9的一个数据 今天的人都没有让我们失望 是 连续两分 尤其是中后期的残局 都是晓云站住了 LGD拿到第一张地图的局点 是 常规时间的最后一分 究竟是直接一波零能够带走比赛 还是说白沙能够强行拉入到加时赛 拭目以待 最关键的一分 看下LGD敢不敢打一个 现在AZ两个手感不好 他真守不住 而且A点拿分的频率挺高的 就是三分都下包了 总共打了三分A三分都下包了 一分下包没守住 但是他们的这波包围的一些道具的衔接 和现在突破的手感是没有任何问题 就看下场上LGD的选手能不能去想透这一点了 是 就打A9得分 现在对于白沙而言 他们要亲其所有了 必须要守住这一分 在关键的节点 LGD把节奏放得很缓慢 感觉目前 节奏在于LGD这边 嗯 他现在就是 他也没有说是一套战争用刀死 是 他这种来回左右两边不断的进攻 让他这边不敢弄点 对 哎 三人尝试的一个A区 但对方打毙了 这个类没丢好 手雷丢刺了 施压先被吃了 南哥想走的一瞬间被看到了 只有一血 要过来强化 没办法 手雷直接被炸掉 但是安一过来 关键枪 后续要等队友回防了 三打三 那边还有两个手雷 那小宇在一断 小宇难道了 又是发挥最好的小宇 能不能牵扯之助 让了 小城先收一个 把正面小GD想直接应对 打了一个 双方血量可以说一模一样 是 两个走正面 关键时候 究竟谁能够站出来 他这个脚步听得很清楚 小GD要主动 没了后面 让安一叶先秒掉后续手感最好的小宇 能够关键时候站出来完成这个残局吗 一打二 知道你要拉 B走位 两个人要同步 一打一 又是小宇 恭喜LGD 酒 directly 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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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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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说回方落位的时候是南哥的一个比较亮眼的一个悬梯的一个跳舞是拿到了那一分 就可能我们会觉得尤其在战前看到LG这个潜伏进攻的一个数据胜率只有22% 那觉得就是可能那一分加上毫无运打进去一分之后会残局输了会影响到他们气势 但没想到后续他们还是有自己的一个结束就是在B区这边连续的一个进攻 打的就是说百亚这边不敢堵 然后后边再去碰你的HG的时候 今天确实HG哥俩手的这个效果非常不影响 小陈和杭玄手的并不是很到位 可能是到了下半场LG这边也是抓住了白沙这边的残风 感觉后续就是团联一点的时候一直能拿分 对 就是他这种来回的一个切换 就我打两分B打一分A 对 我们看到最后一分他们这个白沙是选择着去赌A 对 但B区这边98先被清了之后B区确实一个人扛不住了 是 第二次验赛转地 对 回方的安逸太远了 小宇今天的一个兜底是有一个单张地图的一个20加的一个发挥 对 感觉这个火候的拿捏包括场上这种节奏的掌控 对 今天LG做得非常非常好 非常到位 小宇现在失去他这种后续 今天这个胜率 最后几分全是小宇 全是小宇 3分 3分